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悬崖力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昆旭 总理府部长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 政府正在寻求与首都新领导人 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 国家时盖尔街一表示 开始的投资进程 需要政府以及首都市政府 就这一投资的未来意见 达成一事 总理与套罗氏医师范 首都市长之间所达成的共识 不具公法意义 但秉着公平合作的精神 在选举之后 总理明确已做出的承诺 以与套罗氏市长签订的协议 政府将继续保留 当然如果首都也是这样认为的话 最重要或最大的项目 是政府为首都所提供的 800亿福灵的三号地铁投资 10月23日国家纪念日的中心纪念已经开始 1956年革命的63周年纪念日上 根据传统在技术大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项目 曾任总理保罗什·彼得表示 1956年革命的秘密是当外来的强大力量 想要践踏在其上时 该民族的感受 63年前的今天 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学生们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 他们的主张改过为16点 第二天即23日开始了革命 在今天的周年纪念日 在大学的五六年纪念碑前举行了献花仪式 前总理保罗什·彼得在发表纪念日演讲时表示 1956年的革命是外国势力想统治人民时 人民所表出来的感受 前总理表示必须保留这种感受 特别是在今天的欧洲精神面貌正在改变的时候 必须坚持我们的美德 特别是1956年所承载的 因此这个思想的传承非常重要 纪念活动在技术大学的K建筑前举行 创新以技术部长表示 63年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为了打破铁幕的封闭 帕尔克维奇·拉斯洛补充道 雄阿里大学生对自由的呼唤 甚至传到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 下午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 从技术大学走到了伴侮广场 周三为1956年革命日第63个纪念日 90在科舒特广场进行升旗仪式 10点国会开始全天开放 但将由许多家庭活动 等待着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 来自卡尔巴仙盆地的 继一万名年轻人参加了 拉科奇联合会的国家驾机计划 今天又有3000名卡尔巴仙盆地青年 在1956年的格洛利亚维迪斯纪念仪式 和青年会议上向他们的英雄致敬 300名来自塞尔巴仙盆地社区的中学生 于周二早上出发参加格洛利亚维迪斯 1956年纪念仪式和青年见面会 来自海外匈牙利区域的 数千名年轻人在布达佩斯技术大学 加入到游行之中 游行人员穿着淡带服装 手里举着火炬 完成了在1956年10月23日 技术大学学生完成的路线 到达白木雕线 从塞开伊乌德瓦尔海伊 到布拉迪斯拉法 或者从塞尔维亚的苏波迪查 到乌鲁 格洛德 甚至穆卡切尔 很多人都是来自这些城市 其中有匈牙利的学生 但来自海外匈牙利区域的年轻人 中学生和大学生未多数 拉科契联合会的主席相信 年轻人们会持续多年 记住游行和1956年的庆祝活动 并为他们提供帮助 收取与10月23日有关的体验 我们非常高兴可以前来这里 并参加游行 卡尔帕迁地的年轻人们 在为其三日的活动中 还访问国家博物馆 第301号墓地区和国会大厦 并还参加一个主题为历史的挑战游戏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 夏尔多·彼得与多哈表示 从2021年起 西安利将获得机会 从卡塔尔购买液化天然气 克罗地亚开始了接受液化天然气 所适用的港口 如此一些国家将会有条件的 适用更廉价 并且获得更容易的天然气 卡塔尔人今天明确表示 愿意与匈牙利就可能经由 科罗地亚运往匈牙利的货物进行谈判 从2021年起 卡塔尔天然气可能被纳入匈牙利能源结构 有助于匈牙利能源供应的安全 并使价格更加实惠 因为我们必须从越来越多的来源 购买天然气 我们就越安全 我们购买天然气的成本也会越低 目前在佐罗埃格赛格的 宣牙利石油天然气博物馆中 举办的展览 向游客们展示了 从1930年代初开始 宣牙利的石油开采的工业技术的发展 直到11月5日 除了纽利、天平和地震仪之外 还有如今已经不再使用的工具 等待着感兴趣的人前来 米赖及哈组的动物园已经上线 前来公园游玩的游客们 通过手机的帮助下 能够找到其最喜欢的动物跑道以及房间 名为盐湖动物园的免费软件上 不仅是一个地图应用 还提供了多语言的有关动物介绍等信息 向游客提供了便利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